嗨,大家好,我是西村娘 西瓜不要直接吃了 今天我用西瓜和黄豆给大家做一个好吃的 将西瓜肉取下来切成小块 然后把能看见的种子都给它去掉 这是我刚刚买的珍米的一个打汁机 非常的方便 它的体型呢,小巧玲珑 看一下它这个刀特别的多 它是有八叶刀头的 火汁或者是打冰沙呢,都特别特别的碎 把我们切好的西瓜放到榨汁机里 几秒钟就可以炸好的果汁 再次按电源键,它就关掉了 非常的方便,在这里插上吸管 我们出去浇油啊,或者出去野餐的时候 带这么一个杯子,非常的方便 这个一次充电可以用20次 将炸好的西瓜汁装入盆中备用 这是我提前泡好的黄豆 大概浸泡5-6个小时就可以了 然后呢,把表面的水上也给它晾干 再准备一些小米辣和杭 然后这是蒜末 盘子里边呢,准备一些香菜梗 这个是洋葱,葱段 还有桂皮,香叶,八角,姜片,还有大蒜 热锅加油,将我们准备好的这些食材 放入锅中炸香 把这些食材炸至焦蓝色和薯葱 然后将我们准备好的黄豆放入锅中炸一下 这样黄豆炸至表面七可做以后 放入我们准备好的蒜末 小米辣,倒入我们准备好的西瓜汁 小火熬,然后一边熬一边一盘 这样四分角度 把这个水分都熬干了以后,加入甜面酱 再加上盐,加上一勺白糖 再加入一些白姜 继续给它熬制 小火熬它烤出酱香味 烤好了以后放火,放凉 装入干净的玻璃皮内 装好以后给它盖上盖子密封起来 这样放上一年半再都不会坏 吃的时候呢,蘸馒头蘸饼或者是吃面条都特别容易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秀丑娘 如果您喜欢我分享的免食 请长按视频下方的点赞强烈推荐一下吧 谢谢大家,明天见